華夏玻璃 華夏玻璃其實有接近百年的歷史 華夏玻璃是台灣日用玻璃容器的最大手 我們社局裡面包括有食品品、日用品 包括化妝品、香水品、甚至像醫療用品 因為華夏玻璃的生意模式已經非常成熟 我們可以把新創它可能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資源整合 還包括說尋找適合的供應商、尋找適合的客戶 還有這些整個流程跟模式的優化 華夏玻璃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協助 也包括說在華夏玻璃場域裡面的實驗跟資源的調整跟配置等等 我們這次出的題目大概有三大類項 第一個類項就是說如何解決我們多餘工時的問題 在所有的正式勞工、派遣工跟資源工當中 我們怎麼樣用新創在收到人資部門的資料跟匯整之後 能夠找出多餘工時的浪費在哪裡 那我們除了有準備人工的實數以外 我們的人資部它會全力支持這一次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不論是在統計加班還有在人員分配上面 他們都會跟生產部密集的領悉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玻璃模具的耗損跟低料數 怎麼樣去判斷說模具最好的淘汰實際點 在模具消耗的部分呢 那也會有我們的技術單位 尤其是模具組這一塊 那他們也有準備他們的數據 只是他們數據收集方面 他們很多時候也是靠經驗或是手指上去操線這些 那這些經驗也非常歡迎新創團隊 跟他們一起共同討論 然後把這些數據搬出來以後 再到現場去看我們模具實際運行的狀況 那第三個問題是在於能源的消耗跟掌控度 怎麼樣去讓油、電、天然氣、三大能源混合的生產模式中 找到最好的比例跟最好的壓力測試的來源 當然我們的搖爐客還有我們也有自己成為一個ESG的小組 但是他們也是雖然除了現有的數據之外 還有以及我們搖爐內部的電腦諮詢的話 我也非常歡迎我們的新創團隊去探討這些數據的 它背後的所代表意義到的是什麼 我們認為新創公司它要能夠提出 跟既有的商業模式或是生意模式不一樣的思維 這個特質就是要非常有好奇些 因為我們以工廠製造業來講 它內部有非常多的細節 那當我們提出問題的時候 那如果說你不了解背後的細節的話 其實你常常無法去找出真正這個問題的原因在哪裡 那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用80%的時間去定義問題 用剩下20%的時間去找出答案 那我覺得這是如果今天 由新創團隊進來我們華夏玻璃的話 那就是要有這種好奇心去不斷去探索 去挖掘然後找出答案 我們其實非常期待來參與這次計畫的公司 跟華夏玻璃能夠插出不一樣的文化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